布派分化跟布派分裂呢 我们应该要用平常心的角度 要用健康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那布派分化呢 它是一个现实 那从布派佛教的这个时代 它分裂分化的数量呢 大约的说是18或是20 其实经论里面呢 它提到说乃至更多乃至500 就是数量非常多的意思 所以我们今天呢 也罗列了几部经论所说 那也补充其他的不同的义说 那综合的我们去理解 在这一起佛教 它的分化跟分裂的情况 那另外布派佛教呢 它是经过了 这个几百年的 这样的一个分化的时间 等一下呢 我们也会在 义部中文论的这部论呢 它提到了 比如说大众部呢 它有四起的分裂 上座部呢 它有七起的分裂 那分裂呢 当然是随着时间的不同 它有不同不同的分裂 所以分裂跟分化跟分派呢 它是一个动态的 那今天我们也准备了几张的图表 大家可以相对应 那我们今天 要跟大家报告的呢 有几个图表 那从这几个图表呢 我们约略的来了知 18部派20部派 它的数量 还有它的派别的名称 那它分布的情况 那第一个呢 我们会介绍 一位的佛法呢 在佛世 合合一位 然后呢 从两部的分裂到三部的分裂到四部的分裂 那四部的 这样的一个部派呢 可以说是部派的大纲 也就是在部派佛教 主要的 这个四大部派呢 就是这里所提到的 然后 从四个部派呢 就分裂成18或是20部派 那这个20部派呢 它基本上呢 或是18部派 它是一个通缩 那算起来不一定是18或是20 那有一些当然算起来是的确数量是如此的 比如说 我们提到那个 刚才提到的义部中伦论 这部论呢 它算起来就是分裂成20个部派 那有一些是不一定是18或20的 那在第二个图表呢 这个图表 它这边提到了 在20个部派呢 它有四个阶段的分化 那时间的不同 原因的不同 那经过这四期的分化 然后呢 产生不同的部派 那这个呢 基本上我们都是以 第一个的 这样的一个部派为大纲 但是呢 它的内容呢 每一个 经论它的说法呢 会有些许的差异跟不同 那为什么会有 一些许的差异跟不同呢 它主要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部派所传不一样 那比如说 大众部跟上座部所传的 如果说是上座部 它所结集出来的 上座部会把自己的地位 提得比较高一点 自中为是 如果是大众部 它在集结的18部派跟20部派 它也会把自己的那个部派 把它提高一点 那这个呢 就是会产生部派 它的位置 不太一样 就是哪一部 是由哪一部流出来的 会有所差别 那这个就是各个部派所传的 它的这个分化的情况呢 各个部派所传不同 那我们今天呢 除了在白板上 这几个不同的内容以外呢 我们也补充了 在应顺导师的书里面 在初期 大圣佛教起源以开展里面 它有提到18部派跟20部派的四种译说 另外呢 在圣言法师的 印度佛教思想史里面也有提到了一些 像这个 南传的 这个传说 所以呢 大概会有 到五到六组的不同的 部派的组成 那提供大家做参考 那刚才提到的 那四种译说呢 我们先把那个讲义拿出来 那这边是提到 18跟20部派的四种译说 它这个四种译说呢 其实它总共有 五个说法 那它可以分成两大类 第一大类呢 就是四同夜部的 它的第一说 那底下呢 它的那个组合方式呢 大众部跟上桌部的部派 大家可以参照 那第二组呢 是在轻便的义部 义部中金氏里面 那义部中金氏里面 它提到了 底下呢 这个三个说法 那三个说法当中 第二说有两 有两组 就是义部中伦论所传的 那义部中伦论所传的 有说一切有部的传说 那第二呢 是上座部的传说 那这边就有两组了 第三第三说呢 是大众部所传的 那还有 这个第四说呢 是正量部所传 也就是不同部派所集结出来的 18部派跟20部派是有所差别的 好 这个是 在四种义说里面 那它有总共五 等于是五组 再加上圣言法师 印度佛教思想史里面有一组 它是在讲南传的 它的部派的一个组合 好 那我们这个呢 在上课之后呢 我们会把它附录在补充讲义 那第一个呢 就是方便我们以后要参考的时候 那每一个不同说法 我们都可以参考 那也方便后人对这些部派 因为非常的复杂 我们把它归类出来 大概就会有这个 七八种的不同的组合方式 那我们今天 会跟大家介绍的主要是有两组 就是在第二组 二十部派的四阶段的分化分裂 还有呢第三组 在北传佛教义部中人论 里面提到的二十部派 那今天所提到的 除了这三个内容以外呢 我们在这一节课 也会提到了 在部派分裂 分化分歧 它到底内容的差异不同 是在哪里呢 那若以北传佛教呢 我们说 一部中伦论呢 它是一个很好的参考资料 还有大毕菩萨论 那尤其在说明十八部派跟二十部派 刚才提到说 它很完整的去说明 那在这一部论当中呢 它也介绍了 部派的分裂的情况 还有它的一些内容的 到底有哪一些内容呢 是大家有所争议的 有所不同的 那这些不同的法义 也延伸到 延伸到哪里呢 延伸到大乘佛教 所以 我们也会把 这部论 它的大纲呢 也跟大家介绍 那另外呢 我们也会介绍四大部派 刚才提到说 前面提到四大部派呢 它略设诸部 略设诸部呢 就是把二十部派呢 四大部派 也把它含设进去 好 这个是 我们今天 会跟大家讲解的大纲 那第二节课呢 我们会为大家介绍 在 我们中国佛教呢 用六大宗派 寒色二十部派 那这个内容呢 在太虚大师 还有这个运顺导师呢 他都有做这样的排比 那第二节课 我们会把 这个二十部派的 他的中意 他的教理教义 用六大派别 去把它做归类 那以方便我们 面对这么庞大 数量这么多的部派呢 那他到底 哪一些教理教义 哪一些派别是一样的 哪一些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跟一样的地方 到底在哪里 那我们会在第二节课 会跟大家畏缩 跟大家做说明 那这些内容呢 其实简单的说 十八部派跟二十部派呢 其实就是空有之争 就是说 有一些呢 是以有为中心 有一些呢 是以空为中心 有的呢 是空有呢 参半 那这个呢 就寒色到时间的问题 过去 现在 未来 三四十有 或是 现在有 二四五 这些种种问题 看法不同 看法不同 意见不同 就产生分化 分裂 分歧 好 那 我们先看到 第一项 刚才提到说 部派呢 他一开始的时候呢 是分成大众部跟上座部的二部 那分裂的主因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因为戒律的问题 时事非法 那第二个呢 是因为教义的问题 大天五世 而产生 这个大众部跟上座部 那大众部呢 他的话区 基本上一开始呢 他是在印度的东部 所以呢 大众部呢 我们有时候会称他叫做东方 西方系 那上座部呢 他是比较偏在西方 所以我们会说 他是西方系 那因为戒律的看法不同 跟教理教义看法不同 所以就产生这二部了 那因为佛涅槃以后 对佛的教说 佛的教说 有方便说 有究竟说 那大家对他的理解呢 产生不同的看法 好 因为刚才提到 这两个因素呢 就产生了这两部 那这两部呢 再分成三部 这三部呢 就是大众部 还有分别说部 还有上座 说一切有部 那这个上座部呢 他一开始是分成两部 就是分别说部 分别说部跟上座部 分别说部跟上座部 那这两个呢 如果说我们看他的内容呢 这一部呢 也可以称作上座分别说部 这一部呢 叫做上座说一切有部 那从有部呢 从上座部的这一个 这一部呢 再细分为说一切有部 还有这个独子部 其实我们如果从这边看的话呢 其实独子部呢 他也是属于 他的教理教育呢 也跟说一切有部呢 其实也是接近的 那后来呢 这个独子部呢 他也衍生了其他的部派 那他主要呢 他的延伸的部派 比如说他这边独子部呢 他有法上部 弦走部 还有正量部 密林山部 那这四部当中 他主要的就是正量部 他的教理教育呢 跟独子部呢 他是比较相近一点的 那部派也是比较大一点的 那所以 一位的佛法 和和一位 和和呢 我们提到说 四和跟礼和 四和呢 就是六和境 礼和呢 就是礼和同正 那佛不在以后呢 就先分为两部 三部 四部 续续的 从这四部呢 在不同时间呢 又产生不同的部派 那如果我们看第二组呢 在 一语应顺导师的研究呢 他这边把它分成四个阶段 这四个阶段呢 就是二十部派呢 经过四个阶段的分化 那等一下呢 我们会配合 这一部中 伦论 这两个说法呢 其实是不太一样 但是呢 呃 这两个呢 其实都可以参考 那 他这个四个阶段呢 第一个阶段 是分成两部 那 他的 呃 时间呢 大概是 呃 佛灭以后 呃 差不多两百年左右 也有说一百年 那 佛灭以后 呃 这个前 呃 这个 呃 两百七十年 那 这是 佛灭以后 两百三十年 好 那这四个阶段呢 他的内容呢 主要的 第一阶段 他为什么会分化成两部 就是因为戒律跟法义 戒律呢 就是实事非法 法义呢 就是 呃 这个 呃 大天五世 好 分成这两部 好 所以这是 第一个阶段 啊 那 第二个阶段呢 他是依所持的法义 的不同 哦 分裂呢 第二次的分化 好 那所持法义呢 比如说一说部 那这个一说部呢 呃 他提到说 一切法皆无实体 好 第二个阶段呢 是因为他法义的关系 好 一切法皆无实体 所以呢 他是 呃 呈着一说部 那比如说在 呃 呃大众部呢 他 分为这三部 或是分为两部 这个也有不同的说法 所以他这边有一个瓜乎 好 那第二个呢 是说出事部 他也是法义的不同 比如说他讲到 呃 世间法呢 有过去 现在 未来嘛 我们说 说一切有部呢 他提到的 三四法是假法还是实法 三四十有 他是实法哦 但是这一部 他说三四法的世间法 他是实法还是假法 他是假法 所以他是说 他这一部呢 是叫做说出事部 那 教义的不同呢 比如说 呃大众部呢 他分为到第二阶段 分为一说部 说出事部 还有基因部 好 那这个基因部 他的内容呢 呃 这这部论呢 很特别 他主张呢 过去 跟未来 他是没有实体的 但是 哦 他是现在 呃 现在有 过位是无体 现在是有 有部是三四有嘛 对不对 那刚才提到那个一说部呢 一切法皆无实体 有没有一样 不一样哦 好 那这一部 基因部 他也非常特别 他只弘扬金绿论的论 他不弘扬 金跟绿 他说金跟绿是方便说 那后面也有一部 他是只弘扬金的 所以呢 他产生很多不同的看法 那 刚才提到说 意见不同嘛 意见不同 他就会分裂了 那分裂呢 有大的方向分裂 也有因为一个寄送 不同 那就分裂了 也有这样的 所以有大问题的分裂 也有什么呢 小问题的分裂 好 另外呢 第二阶段 因为所持的法义的分裂呢 还有这个从基因部分出多文部跟缩甲部 那多文部呢 他是这个部主呢 他是广学三藏 他叫做多文 从部主的 他的一个德行 来立这个部派的名字 那这个多文部呢 他用佛的五音呢 说佛说的五音是出世教 那还有呢 这个缩甲部 这个缩甲部呢 他跟基因部的说法呢 又有点不同 他说 世间法 跟初世间法呢 他皆有少分是甲法 不是全部都是甲法 是少分甲法 又有点不同了 好 所以呢 又分为 这个从基因部呢 又分为多文部跟缩甲部 那这个从 呃 这个 呃 大众部 好 这边 他从第一 第二阶段呢 他分为这三部 或是两部 那再从大众部这边 有一个系统 到第三阶段呢 哦 那 他分为 制多部 好 制多呢 他是一个三的名称 然后他叫林妙 就是可能有 有那个 庙 这 林妙 好 那 这一部呢 在分 啊 东山 驻步跟西山驻步 好 因为他们都在这座 居住在这座山里面 那第三阶段呢 他部派的名称 他依什么呢 人民 或是地名 这个就是 地的名称的 地名 或是市民 来分布 好 他 还有呢 上座部的分布 我们看上座部 如果四阶段 我们看第一阶段呢 上座部呢 他分为 上座 说一切有部 也就是 如果简称的话 就是上座部了 那就是这里 上座部 那上座部呢 上座的 说一切有部 说一切有部呢 是讲什么呢 三世 石油 过去 现在 未来 都是石油 刚才这边就不一样了 好 那分别说部 他分别说 在三世当中 二世是五的 这跟他不一样 什么是有 现在是有 好 他对时间观呢 他是不是 石油 他是不是石法 他是不是甲法 有产生不同 这样的一个看法 然后呢 从分别说部呢 这边在 分化成 画地部 法杖部 影光部 视同叶部 好 那从上座的 说一切有部呢 他这边 分成 两个部分 一个是说一切有部 那第二期呢 这说一切有部呢 一直到第四期 他比较 这个碗的时候呢 这个是 缩转部 也就是我们讲的 那个金亮部 就是那个金部 那金部是 他讲到那个种子 也就是 维世学的那个种子呢 就从这个部派出现的 那 呃 维世学大概是从这个系统 如果中关呢 大概是这个系统 缩大风部 那这个缩大风部呢 他大体上呢 大概是从这个一缩部 这里 这边出来的 大概在这个 一缩部跟缩出事部 这 这一个区域 那 因为一缩部呢 他提到说 一切法皆无实体 皆是假名 那这个跟中关的 他的教义呢 是比较接近的 好 那在 上座部呢 这边分为两部嘛 就是这边的两部 好 那 上座的说一切有部 他又分为 这两个系统 就是说一切有部跟 独子部 所以独子部呢 他跟 说一切有部呢 他关系是很密切的 那 独子部呢 他底下在分成 四部 就是法上部 弦走部 正量部 跟密林三部 好 那他主要的系统呢 他底下 比较主要的是正量部 所以他这边底下 有一个正量 好 当然部派呢 他有大 有大有小 那这些比较 其他的部派呢 我们会在下一节课呢 会把 他的 细项的教理教义呢 跟大家做说明 跟交代 那简单的讲 就是说 在 二十部派呢 他经过 呃 这个 四个阶段的 分化呢 那 呃 他就 这些部派呢 就产生出来 那 我们如果说 从区域来看 从区域来看 就是说 在印度呢 我们如果从 大众部跟 上座部 他的区域不同 的动态来看 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几张表 那我们先看到 在 二十部派 义部中伦论 这边所说的 他二十部派的 分化的情况 那 在佛事的时候 当然佛法 合合一味 如水 如合 就像水跟牛乳 合合在一起 最初呢 分裂成 大众跟上座 而不 他这边其实也是一样的 这个图表也是一样的 那 最初分裂呢 他大概在 佛灭后 百年 时间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的 因为 这个 不同的 不同的经论所说 会有 有所不同 那最初分成大众 上座二部呢 如果在 异部中伦论 他说 他的时间 最初的分裂是在 佛灭后 百年 分为二部 那这二部呢 第一个呢 是九部 第二个呢 是 十一部 这个是可以算得出来的 那我们看 第一个呢 九部呢 是这里 大众部 大众部 底下有八部 所以我们这边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那大众部呢 他分出什么呢 他在第一期分裂的时候 在佛灭后 大概两百年左右 好 那分出三部 一说部 说出四部 跟基因部 这是第一期 好 那第二期呢 他 他是在佛灭后 第两百年中 这都是中中中 然后后 两百年满 那第二期呢 是分出多文部 第三期分裂呢 他一样是在两百年中 分裂出 缩甲部 第四期呢 就两百年满的时候呢 分出三部 至多三部 西三诸部 跟北三诸部 那这个是在 义部中伦论里面提到的 大众部 分为 几部 九部 那上座部呢 分成十一部 好 那十一部呢 我们先 这样子算 一 二 这个二呢 应该是在 缩一切有部这里 那缩一切有部 其实就是缩音部 那在 十一部呢 是一 还有缩一切有部的 缩音部 这两部是一样 然后呢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好 那这个 十一个部呢 在义部中伦论呢 它上座部分下来是雪三部 这个雪三部呢 是根本上座部 它后来呢 底下就没有了 它后来就消失了 这个部派就消失了 那但是另外一个系统 缩音切有部的这个系统 好 它也叫缩音部 它底下呢 就比较多一点了 好 那这一个呢 缩一切有部呢 这个是第一期的分裂 第一期的分裂呢 它是在佛灭后 第三百年 第三百年 好 那这个时间呢 就相对的 比大众部早还是晚 它比较晚一点 大众部还比较早一点 好 那 这个说一切有部 这是第一期的分裂 在佛灭后 第三百年的初 好 那 接下来呢 它就分为几部呢 它分为四部 独子部 画地部 荧光部跟金亮部 这边也是一样的 好 这边是画地 法杖 荧光 好 那 这里呢 独子部呢 它是分成 底下又分四部了 那 说一切有部呢 它这边底下分为四部 这四部是 如果以异部中伦论呢 它是独子部 画地部 荧光部 还有什么呢 金亮部 这四部 好 那这四部呢 好 我们看第二期分裂呢 好 第二期分裂呢 就是这个独子部 好 在佛灭后第三百年 那分裂成 法上部 弦 熟部 好 知偶走 还有镇亮部 还有灭灵三部 这是在第三期的分裂 在佛灭后第三百年中 然后呢 然后呢 这是第三期嘛 然后 这个 说一切有部 底下的第二部 画地部呢 它是在哪里呢 它是在 这个 第四期的分裂 第四期呢 它是在佛灭后第三百年 那这边应该是画地部 之后再 分裂成 多一部的法杖部 那这是第几期的 第五期 因为这个比较早嘛 这个再分化成 这个 它是第五期 分裂 在佛灭后第三百年中 那接下来这四部的 第三部 影光部 它是在第几期 第六期分裂出来的 在佛灭后第三百年 末 所以这三百年当中 三百年的初 三百年的中 三百年的末 它就从说一切有部 分成独子部 画地部 还有 影光部 那 最后一期呢 它是分裂出 精亮部 第七期的分裂 在佛灭后 第四百年初 佛灭后四百年初 那这个是 异部中伦论所说的 分裂成二十部 那我们北传佛教呢 这部论呢 它是特别针对 部派 有详细的一个说明 所以 这部论呢 大家可以去参照 那这部论有一本注解书是 盔基大师的 盔基大师的义部中伦论数据 它有注解 这部论的一些内容 好 所以它的分裂呢 我们从大众部 九部 刚才提到说 这边 从大众部开始算 红色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那 但是呢 如果以上座部算十一部的话 好 这边是有 九部是有算大众部 但是上座部这边就没有 这边我们看下面 十一部是 雪山部 说一切有部 独子部 这部没有算 一二三 法上部 轴部 正量部 密林山部 画地部 法杖部 影光部 静量部 这样总共是几部 十一部 九部加十一部就是 就是二十部 那二十部呢 如果我们从这个数字来讲 算上面 一到九 九 算上面 九嘛 九部嘛 上座部 十一部 九 十 应该十在这里了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好 这个就是 总共是二十部 那二十部呢 他的这个分裂呢 有分成大众部跟上座部的 他的一个分裂 如果我们对照 也对照这个表 二十部派四个阶段的分裂的表呢 那我们用图表来看他的动态的分裂 他经过几期的分裂 他经过几期的分裂嘛 那我们把两张的图表拿出来 一张彩色的 一张黑白的 然后呢 单张的讲义 那这个是在 应顺导师的 印度佛教思想史的 第五十七 他这边提到的 不派思想梵论里面提到的 他的分化的情况 那分化的情况呢 我们看到彩色的这张表 那 他分为大概主要是三次 如果第一次不算的话 上座部跟大众部 第一次如果不算的话 那我们看 那个水蓝色的 大众部写三个很大的字 那大众部我们说 他在印度的东方还是西方 东方 底下呢 有匹瑟里 还有央且 那上座部在哪里 在西方 在大概摩托罗跟 居散迷这个地方 那我们如果说 对照大众部 然后这张彩色的 对照到黑白的 这张图 我们说大众部呢 如果在离匹瑟里 比较近一点的 他有五个部派嘛 哪五个 一缩部 缩出世部 缩出世部 基硬部 多纹部 缩甲部 从大众部 而分裂出来的 比如说像一缩部 缩出世部 基硬部 多纹部 缩甲部呢 他其实也靠近在西印度 还是东印度 他也是在东印度 影响 那我们 看到那个 他在往下 他就产生三部 叫做 四多三部 东三柱部 还有什么 西三柱部 他就一直往 这个南印度这边 延伸了 这是大众部的情况 那如果上座部 我们看彩色的 他是在 其实比较西 还有中印度那里 像居散米 是比较中间 然后呢 我们如果看彩色的 那一个表呢 他是从 匹瑟里 然后乌图 然后到哪里 暗达罗 暗达罗呢 就比较偏在 这个中南印这里的 好 那如果 我们看到 上座部 上座部呢 西部那里 他就往 这个阿盘提 往这个 悠产女 阿盘提 这个地方 好 那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对照到 黑白的这张图 好 如果上座部 摩托罗附近呢 他有 大概 五个部派 好 如果黑白的那个地方 黑白的这张图 在摩托罗附近呢 他大概有几个部派 大家念一下 密林山部 正量部 法杖部 弦走部 这属于独子系的 这四部是不是独子系的 是哦 那这个是上座部的嘛 上座部在哪里呢 比较在西印度这里 那西印度的 上座部呢 他往下 黑白的这张呢 他往下 往下呢 他又产生了三个部派 就是 画地部 法杖部跟什么呢 影光部 这个画地部 法杖部 你看这是同一个系统 影光部 他就一直往下了 这是往南派的 那往北的呢 就是 往北是什么呢 说一切有果 你们都很会看图 那我们就对照 这两张图的内容呢 就是从 我们大概从 刚才提到的这份讲义 好 我们看到讲义的内容 讲义呢 他提到说 部派思想的分化呢 是由于区域 语言的不同 还有思想偏重的不同 那地区文化的影响 好 我们看地区哦 他 我们现在就从 这份讲义对照到 这两张表哦 讲义说 大众部在哪一方 东方 以匹色里 或是废色里 央且 一带为重镇 我们的 彩色版的 有没有匹色里跟央且 有 上座部在西方 上面有写个上座部 与居闪迷跟摩托罗为中心 有没有看到这两点 这两点的距离 有没有有点距离 是不是有点距离 所以你看那个上座部的 话区大不大 看起来是蛮大的哦 好 好我们再往下看 他底下要讲大众部哦 他说 大众部向东 船部而入南方 好 那他是金哪里呢 金乌土 那个彩色的表 然后加林加 加林加那个黑白的那张 有 他也是跟离乌土也是不远的 然后到达了 暗达罗 暗达罗 那个位置也有嘛 好所以呢 这个大众部呢 他的 动态的 分化的情况是这样的 那我们再看西方上座部 西方上座部呢 他说有字 居散迷 等南下 居散迷就是在中间那里 那个字有点不太清楚 好 就在 那个 分别说部的上面 那边有一个居散迷 南下 往南 金哪里呢 金那个悠惨你 而到达哪里 到达 阿盘提 好 往下再稍微 感觉好像是 往上 是吗 好 好 那这个话区 感觉也 不小 那成为什么呢 成为上座的 分别说部 好 上面是上座部哦 这里是什么呢 分别说部 我们说上座部有两个部派嘛 两大部派 一个是分别说部 一个是什么呢 说一切有部嘛 那 上座部呢 这是分别说部 那还有一派呢 是说一切有部 说一切有部呢 他就从那个摩托罗 那个地方有没有 就往上了 他到哪里 祭兵跟剑陀罗 这个地方呢 加斯米罗 这个地方 就是说一切有部了 那我们如果看到课本 西方上座部呢 刚才提到说 他到达了 阿盘提呢 成为上座的分别说部 那分别说部呢 有印度本土的分别说部 是吗 还有什么呢 南传的赤铜业部的分别说部 所以他说阿益王时代 分别说部当中 有分化到嫩且岛 嫩且岛就是现在的 斯里兰卡 也就是西兰 那成为赤铜业部 那留在印度的 分别说部呢 以南方大众系的画区呢 相衔接 然后他在分化出 画地部 画杖部跟影光部 所以我们如果看到 黑白的这张表 上座部 他往南分成三个部派 就是画地部 法杖部 还有什么呢 影光部 这个是南派系的 往南 好 他这边提到说 因为这三部呢 他的思想 上座部 有一些跟大众部 思想也是接近的 所以他提到说 思想都接近大众部 他举到义部中伦论说 他说法杖部 余异多同什么 大众部 就是他的法义呢 有很多跟大众部 是一样的 影光部 余异多同 法杖部 这个呢 就是 两部 他内容 他是相近的 然后他这边提到说 画地部等三部 画地部是刚才所说的 南派系的 哪三部呢 画地部 法杖部 还有什么 影光部 他说这三部呢 后来也流到 北方 所以他这个也有流到北方的哦 那接下来就要说 那个说一切有部了 说一切有部呢 刚才提到说 上座部的话去是摩托罗跟居三迷嘛 那从这个摩托罗向北发展 我们说那个 常常讲到说 说一切有部是西北印嘛 他向北发展 到达了建陀罗国 建陀罗国呢 有一个大人物 在那边出生是谁 四亲论师 四亲论师 说他论师 部派说他论师 因为他后来 这个回小向大 所以我们也称他叫四亲菩萨 所以你要称他论师跟菩萨 都可以 那说一切有部呢 他从摩托罗向北发展到建陀罗 祭宾一带 那个祭宾呢 他的范围也蛮广的 大概就是 建陀罗啦 那个加斯米罗啦 都是在这个区块 那这个区块呢 是说一切有部 现在的地图来看呢 这个区域呢 其实他是 我们从亚洲 一直到印度 欧洲 建陀罗国 祭宾 加斯米罗 这个是一个政治 经济 政治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所以 这边的文化呢 其实相当的 也算相当的高 那所以呢 这个讲义底下呢 他又说 由 居散迷 摩托罗 而向东 向西 发展的是 独子部的 正量 的正量部 所以我们在彩色的 这张表 那我们可以看 从摩托罗 往东 或是往西 他都有那个独子部 有没有 所以独子部的话区也怎么样 他的话区也很广 好 这个是我们 先从 这个两大部派 在印度 共态的 从 这个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他这样的一个 分化的情况 那 部派佛教呢 之后呢 就产生大圣佛教 他大概是 约西元前 一世纪呢 大圣佛教呢 就产生了 那另外呢 我们看到 义部中伦论 刚才提到说 讲到二十部派呢 在这一部论呢 他讲的 非常的详细 那在这部论 他的这部论的 整部论的大纲 好 我们这边 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如果 大家对 部派佛教 有兴趣 可以用这个大纲 来读这部论 好 那这部论呢 他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略述诸步 第二个呢 是广乘诸步 他的教理教义 那略述呢 他是大概 简略的分别 分裂的概况 那分裂呢 我们说有 根本分裂 跟支派的分裂 支末的分裂 主要的 次要的 主要分裂呢 他分成两部 就是大众部 跟上座部 这边可以给他写大众 跟上座 那诸步分裂呢 就是大众部的末派的分裂 跟上座系的末派的分裂 他也可以 分成 这样的两部 那这两部呢 如果以一部中伦论 大众部呢 就是九部 上座部呢 就是十一部 那接下来呢 就是他 在内容上面呢 去说明 这两部 大众部跟上座部 他的分裂的情况 那实际上 他的内容呢 他主要的分别的是 大众系的 教理教义 还有有部系的 教理教义 那这里呢 有提到 大众本世部 他的本宗同意 还有大众世部的 末中意义 那这个本宗同意 跟末中意义呢 如果读这一部论 因为他前面 从前面到后面都讲 本宗同意 末中意义 那 他这个内容是在说什么呢 同意跟意义 我们先看同意跟意义 同意就是 教理是一样的 有两组的内容 内容是一样 就是说教书是一样 因为我们要比较两个人 比较两个部派 第一个要比较一样的 第二个要比较什么 不一样的 就是说 比如说 有部系跟独子系呢 他是同一个部派的 他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好 所以呢 这个叫做同意跟什么呢 意义 这是第一个 那 这个本宗 跟末宗呢 他的差别在哪里呢 他可以 分成两个部分 好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 我们说分派嘛 那 比如说 画地部跟有部呢 画地部跟有部 它是什么关系 画地部如果跟有部 它是什么关系 画地部是从 有部流出来的嘛 对不对 分裂出来 分化出来的嘛 那 这两部呢 如果讲说 本宗同意的话 就是说 他们的教理是一样的 本宗同意 这是第一个 本宗同意的意思 好 第二个意思 比如说 画地部 这一部呢 它后来又 分化成其他部 都是同意中 好 同意中呢 没有分化的时候 是同意 本宗同意 画地部 它分裂 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呢 就是 莫中 意义 我再归纳一下 这个在 盔姬大师的 义部中人论的 数据呢 好 它有解释到 这两个解释 好 那一般呢 我们在读这部论 都从它的本宗同意 莫中意义 看到这个 这里解不开 解不开 你整部论的内容 都解不开 那它有一个 很好的批语 它说 假如 画地部 从说一切 有部流出 画地部是从哪里 说一切 有部这样流出来的 好 它说 第一组 这两部 初期争论的时候 这两部因为 那个 一开始呢 当然会 本来意见一样 后来意见不一样 对不对 本来意见一样 画地部跟有部 本来意见是一样 这个叫做什么呢 本宗同意 对不对 我们一开始很好 两个人 那个有部跟 画地部 本来是没有问题的 本宗同意 后来 意见不一样 它说 分布之后 画地部呢 它可能会增加一些 教义 增加教义 就跟有部 有没有一样 不一样呢 那不一样 它就叫做什么呢 莫中意 本宗同意 就是这两派 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意见是一样的 本宗同意 到后来 莫 八 那个 有部跟画地部 意见不一样了 意见不一样 叫做什么呢 莫中意 所以 这个本宗同意 跟莫中意 从两个角度 第一个角度是 两个部拍部一样 有部跟那一部 画地部 一开始一样 叫本宗同意 后来意见不一样 叫做 莫中意 意见不一样 不一样不能同意哦 是意义哦 好 这个 不派佛教 就是 头脑要稍微清楚一点 那 这是第一个说法 亏稽大师呢 又讲第二个说法的 本宗同意 跟莫中意义 好 刚才是两个部派 对不对 有部跟画地部 现在我们只针对画地部 画地部本身会不会意见不一样 会不会 会 一开始一样 后面不一样 一开始一样的 我们都是同宗画地部的 一样叫做什么呢 本宗同意 后来我们这一宗 到后来呢 意见不一样 叫做什么呢 莫中意义 所以本宗同意 莫中意义 有两个解释 第一个解释呢 是有部跟画地部 这两个部派 可以有本宗同意 跟莫中意义 画地部本身自己 也可以有本宗同意 跟什么呢 莫中意义 好 所以 这一部呢 这部论 如果把这个部分 把它理解清楚 这个呢 我们下课之后呢 会把那个盔机大师的这个部分 他的文 给大家分成两段 把它附在 那个 科判图表上面 你们 可能看一次不清楚 看个三遍 然后再加一杯咖啡 就看清楚了 那这部论 其实你如果 把这个本宗同意 跟莫中意义 把它分清楚的话